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中正纪念堂在转型正义的大旗之下 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在这一题上 社会书有很多不同的多元意见的呈现 今天邀请四位来宾就这一题 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高嘉瑜同学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善后知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王时奇 大家好 讨论这期我们进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所以他们打算在蒋中正的同向前开会 是不是 这实在是太有创意了 实在是 中正纪念堂现在有证委提出 中正纪念堂要变成立法院 中正纪念堂要变成立法院 所以他们打算在蒋中正的同向前开会 是不是 这太有创意了 这实在是太有创意了 OK 果然意见非常的多元 包括首都市长都说蛮有创意的 但是后面还三笑了几声 相关的新闻细节 用手版跟云友做个简单的报告 中正纪念堂的转型 政委员林万一负责督导林万一老师 他说政院行政院年后将启动 跨部会来做实质的讨论 中正纪念堂转型近来 因为文化部长郑立军被打巴掌事件 再度引起讨论 行政院政委员林万一今天30号 在前两天表示 文化部去年底已经提出两套方案提报行政院 那有待院会做进入部的核定 两方案都没有拆除中正纪念堂这个选项 行政院将在农历年后正式启动跨部会讨论 不过因为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大 行政院不预设立场跟必要完成的时间表 他并不坚持 那另外中正纪念堂相关议题 针对文化部承报两套方案 另外表示都没有拆除中正纪念堂这个建议 只有转型后不同功能的差异 与他的配套措施的差别而已 绝对没有拆除的选项 其中前副总统吕秀莲曾经建议 应将中正纪念堂改为历届总统的纪念怪 另外一说文化部收集资料时 也有人曾经提出过相关的建议 委员对这议题党部贵党的意见 比较有没有一个共识呢 其实有关于这个整个中正纪念堂的转型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民进党身为执政党 他并没有跟民众取得一个共识 包括他们 我看他们党内的意见 大家其实也不是很一致 那所以现在文化部 他还分了AB两岸 但是呢 他神神秘秘的 我们几次都透过这个国会联络人要求说 到底AB两岸长什么样子 他们都说不可奉告 就是有点搞黑箱 就是一定要保密到最后一刻 然后到行政院 他们自己关起门来 自己商议 但是我认为这个议题不应该是这样的处理 事实上中正纪念堂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共的区域 而且包含他有观光的特质 大家要知道台北市其实很多观光客来 第一先去故宫 第二就是来到中正纪念堂 所以他算是一个有特色的一个建筑物 也吸引很多观光客来 所以对于他的整个的改变或者是转型 我认为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而是应该是更开放透明 去征询大家所有包括台北市民 还有全国民众的一个意见 到底怎么样的转型才是符合大家的需求 但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讨论 大概都比较是局限在民进党内部人士的讨论 即使文化部他号称说他有一个审议会 他有邀几个是不同意见的代表 但是这当中的比例我们还是看到 即使以民进党背景或是深律背景的人 为居多为多数 那这一个整个中正纪念堂的转型 我认为其实民进党不妨就是大开大合 你就做民意调查嘛 就是说到底一般民众的看法如何 因为就我的观察 以台北市民来讲 没有人在讲说这个是一个威权的象征 然后他非要拆除不可 其实这个议题真的是很边缘化的议题 那最热的真的是在民进党内部很热而已 所以我认为2018整个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市场已经大败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应该重新修正路线 就是说把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摆在前头 作为他最重要认真去讨论的议题 那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老实说 其实民众现在已经没有很在意 大家就只是把这个地方 当做一个观光旅游的地点而已 是OK 嘉宇 我这边有一个ET Today新闻云 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 我们做的一个ET Today的 基为九世的民意调查 当初题目很简单说 拆除讲公同向的支持度如何 非常支持11.7 还算支持14.1 不太支持12 11.3 非常不支持的高达47.7 所以加起来大概 反对意见已经到达68%左右了 第二题问说三军一对 撤出中正纪念堂 你的支持度如何 非常支持9.5 还算支持6.5 不太支持27.4 非常不支持的52.5 可见民众在立体上面 可能反对意见还是比较虚多了 麻烦问他们说 把讲公的肖像 从钞票上面改版 把它移除的话 那非常支持8.4 还算支持9.3 不太支持21.1 非常不支持的57.9 那另外一题说 那有关促转会 是不是把它废除掉 哇支持的蛮高的 那还算支持的14.1 不太支持的15 非常不支持的12.5 对于这样的民意表现 给民进党决策层来看 它显示的意义是什么 您回忆之前 我再稍微啰嗦一下 大概在昨天的中文时报 有这样一个标题 说民进党踢到铁板 不得不向民意跌低头了 中正纪念堂的转型 往中道这个方向在移动 里面有段话说放下预设立场 别冤冤相报 我把它截录出来了 放下预设立场 别冤冤相报 郑立军在事后 就被掌锅事件后 接受专榜时说 国民党已不是当年的国民党 不用再背负当年的包袱 呼吁一同推动转型 让台湾民主能够蜕变 并拥有反省的能力 这是理性的呼吁 但问题是 民进党会不会是说一套 做一套 民进党必须放下预设立场 诚恳的与不同看法者对话 而非只是征询反蒋者意见 更不能像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一样 口口声声还要征询各方意见 却又一再扬言最终 要让蒋中正的头像 从新台币上消失 您的回应是如何 去年的这个民调 你可以看到是在促转会的 这个东厂事件之后 那其实这件事情 确实对转型正义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台湾社会 普遍会认为说 转型正义就是一个 政治上的清算斗争 那在我们这个年代 或是社会普遍的一般人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里面 几乎都没有提到 过去白色恐怖那一段的历史 或是转型正义的缘由 到底为什么 所以大部分人对转型正义 其实是不了解的 就像不了解九二共识一样 其实他们只是片面的 接收这些资讯 然后从媒体上得到资讯 好像转型正义 就是要废除蒋公通向 拆除中正纪念堂 或是让蒋公从新台币上消失 等等类似这样的行为 但是其实转型正义的内涵 是非常深刻 因为那是台湾经历过一个 白色恐怖的时期 然后当时其实有很多的 受害者 加害者等等的问题 是要去了解 过去所发生的历史 然后去找到 过去的这些真相 然后能够寻求 被害者的原谅 但是重点是 现在大家好像只认为说 只有加害者 但是找出了 只有受害者 没有加害者 但是加害者是谁 这些都有在讲转型正义 来让社会了解 了解之后 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 让台湾社会 能够真正的走向和解跟原谅 他的原由就是 对话 真相 所以我觉得 今天转型正义 有点被片面的扭曲 变成说 好像就是民进党 要清算斗争国民党 其实郑立军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现在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过去 威权时代的国民党 不应该背负那样的包袱 所以绝对不是要 清算斗争国民党 反而是透过转型正义 让国民党可以重新的转型 然后摆脱过去的那些包袱 不用再背负那些历史跟原罪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社会来讲 是一个和解 让蓝绿可以和解对话的 一个好的事情 可是很可惜 就是因为东厂事件之后 我们也感受到民意的反弹 跟这些压力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需要 我们重新跟社会对话 让社会了解转型正义的目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 过去在学校确实是没有教过 但是我们去了解 也去读了相关的书籍 然后去了解说过去像德国 或是其他国家南非等等 他们有经历过转型正义 如何去让和解 但是在台湾或许我们的历史 跟过去的其他外国的经验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是每个台湾人 都应该要去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 然后去好好的思考说 那我们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 或许对中正纪念堂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受害者的家属的心里 绝对不能接受那样子的一个 所谓他们认为是一个杀人魔的人 有一个纪念堂在那里 但是就某些人他们可能认为 他还是觉得蒋中正很好 蒋经国很好 民族的救星 确实因为在那个教科书 在我小时候教科书 都还有这个蒋经国 蒋中正从小看鱼儿逆流而上的 那个课文 到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没有 但是我那个年代都还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确实有些人是这样 可是你说连蒋家的后代包括蒋友博 包括蒋万安 其实他们都蛮支持说 这个中正纪念堂可以转型 甚至他认为说 蒋友博也曾经说 他觉得中正纪念堂是百年后 大家再来做历史的定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不需要 有这个这样子的纪念堂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扭曲 也不需要把这些作为一些攻击 或者说好像变成说 民进党就是要做清算斗争 我希望国民党也可以放下这个成见 那刚刚玉民委员讲的很好 就是说跟社会对话 我觉得确实这个空间的解放 是要跟社会对话 到底应该要走向一个 因为透过跟社会对话的过程 让大家更了解 转型正义的目的是什么 民进党也不是要强行的 去做任何的事情 民主国家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的去了解 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 民进党如果专制独裁 跟过去的国民党一样 那大家也会认为说 这样子是不能接受 在民主国家大家都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当然要不断的 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做 转型正义的目的是什么 那郑立军以前他 其实当过清府会的主委 那时候他也是推动 省议式民主 所以我希望郑立军 现在是文化部部长 他也能够把省议式民主的这一套 带到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不管是中政经验堂的转型 或是未来转型正义的相关话题里面 让社会能够更了解 转型正义的目的 民进党为什么要去推动 是OK 我这边有手板 这过去我使用过几次了 或许的话对民进党来讲 稍微严苛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用它是希望 两边都去思考这句话 说民进党最擅长的政治论述 是建构我们 和叙述我们的故事 我希望未来民进党 你们要修补的是 对他们的理解 和倾听他们的故事 同样这句话 也把它改成国民党也一样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有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面的 一些酸甜苦辣 民进党何尝不是呢 双方就像刚刚王玉民委员所讲的 多展开建设性的 善良性的对话 我想对台湾未来的政治发展 绝对有正面的帮助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